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呦 真的能吃了 你看这颜色非常漂亮 看看这个颜色多鲜艳像涂了口红一样的 味道非常鲜美 土壤是地球的皮肤 也是我们人类内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 我们95%的食物来自于土壤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修理地球的 我们通过优化化肥有机肥的使用 赔肥土壤 在利用土壤的过程中来保护土壤 保障粮食安全 同时保护地球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原副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上网课就用原副导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业 植物不易改善神卷法力 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首先我们还是用云端连线的方式 请出我们今天开讲的六位青年代表 来到我们现场 有请六位 欢迎大家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一句话 咱们中国人讲的 明以实为天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而且中华文明也是根植于农业文明之中 我们的祖祖辈辈 要想填饱肚子 就得靠地 就得靠天 所以这几千年来 其实中国人也在经历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 一方面 这些农作物 这些粮食 在喂养着我们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祖先们 也在想尽一切办法 去喂养这些农作物和粮食 让他们长得更健康 长得更饱满 今天我们常说农业现代化 这个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几千年来我们有了怎样的进步 我们喂养粮食的方式改变了吗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 他真的是喂养粮食的专家 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植物营养学家张福索 有请张院士 张院士您好 张老师好 欢迎您 刚才我介绍您 这个比喻应该没错吧 对 我是研究植物营养的 植物如果营养称足了 植物长得好 我们人从植物产品里面 获取的营养就多 我们人也就可以健康 所以植物营养就是研究 植物怎么获取营养 怎么利用营养 怎么为我们人类 提供更多的营养 有一句话叫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对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蛋铃甲三种肥料 蛋肥 灵肥 甲肥 然后不同的肥料 有不同的作用 因为植物它生长在土壤里面 它要从土壤里面 获取养分 但是往往不是所有的土壤 都能提供它 所有需要的元素 那这样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来提供肥料 通过肥料来给它提供 土壤不能满足它的 这一部分营养 我们知道这个植物需要的 必须营养元素有17种 蛋铃甲是需要量最大的 三种必须营养元素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 这个植物营养学家 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概念 植物营养学家 就像医生一样 给植物看病 他要给植物看病 通过植物的表现 比如说植物叶片 植物生长的状况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植物到底营养够不够 健康状况怎么样 缺什么 我们应该给它补什么 我是遇到了好几位 农业方面的专家 而且从他们的吃到了 不少好东西 据说您今天也带来了礼物 对 这个一看就是不能吃的东西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我们在院子里面 随便点了几个数字 你可以看到这个 您送礼物都这么随意吗 没有 今天给您的特别礼物 实际上 你只要到外面去 随便在所有地方 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你看这个很漂亮对不对 像这个绿衣 桃树桃枝 对吧 这个是苹果树的树枝 这是欲兰 不管哪一个树枝 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针尖的叶脉是绿的 对 然后叶肉是黄的 叶片已经发黄了 这是碱形的缺茄症 这不是因为秋天到了吗 他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北方 这个石灰性土壤上面 土壤里面的茄的有效性比较激 这一类植物就不容易 从土壤里面把这个茄吸收上来 所以它就会出现缺茄 有人认为它很漂亮 其实说清朝 康熙皇帝曾经画了一幅画 非常漂亮的缺茄重账 但是我相信他不知道 这是缺茄 我都不知道 原来您带的是几位患者 上来以后跟我介绍说 这几位都缺铁 缺茄对植物 这真看不出来 影响很大 因为它没有叶绿素 对 所以它就不能吸收太阳光 不能把太阳光展发成森物能 所以植物缺茄 就会影响它的光合作用 别人看来特别普通的植物 但是在您眼中 您永远看到的是 这个植物的健康状况 对 我们出去以后 发现这个营养不够 或者营养多的现象 就赶快照相 很多游客就跑过来问 你照什么呢 对 你有啥好照的呢 有什么好照的呢 我说照土了 土有什么照的呢 因为我们就知道 这土可能有什么问题 因为从苗子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土壤里面什么营养不够 所以我们说农业可以看天看地看庄稼 看山看水看人家 所以我在想 与其说您是植物营养学家 还有另外一个称呼 可能也合适 叫植物语言学家 您是能够和植物交谈 植物它要在这个自然界里面 要生存下来 经过百万年的进化 上亿年的进化 然后它自己就有一套自己的适应能力 所以您只要能读懂它想表达的东西 就能知道它需要什么 对 那么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您 请您为我们开讲 带我们走进这个奇妙的植物营养的世界 学农业很有意思 因为农业就是看天看地看庄稼 看山看水看人家 做农业就是通过跟大自然和谐关系的处理 最后能够为我们人类生产足够的食品 能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到自然界里面去 你会看到自然界很神奇 农业本身也很神奇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新疆它是缺水的 到那儿呢 第一个感觉就是干旱 如果中午你到沙漠里面去 你光着脚丫子 你的脚烫得受不了 但是沙漠里面的植物长得很好 为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植物的根挖出来看 根一挖出来我们才发现这个植物太厉害了 因为它在根上给自己盖了一个房子 它通过它根系蜂蜜的蛋白 最后把沙子凝结成一个沙套 套在这个根上 就像给根盖了一个房子可以撑凉一样 所以这个植物的根就不怕那么高翁的天气了 到新疆 你会看到大片的盐碱剂 白茫茫一片 一般的植物 在这个盐碱剂上 都不能生长了 但是你会看到 有一些植物 它在上面长得很好 比如说红柳 它不但在上面能生长 而且开的花很漂亮 为什么红柳在这么严重的盐碱土上 它还长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能力 它的根 可以把水分跟盐分都吸到它的体内 但是它把这个盐可以排到体外去 然后让它细胞里面不受到盐的伤害 它可以正常生长 从这儿可以看出来 在新疆生长的植物 很多都适应到这儿的环境 甚至自己进化出了一系列的特殊的功能 农业生产 就是要想办法挖掘利用植物 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这些特殊功能 通过我们人为的一些技术 能够让这些功能发挥到最大 然后能够少投入 最后多产出 1996年 我们到了甘肃 发现这个 小麦跟玉米长在一起 这个玉米就吃亏了 但是蚕豆跟玉米长在一起 这个玉米就占便宜了 所有的土壤条件 自然条件都一样 为什么 玉米跟蚕豆 在一起两个作物都长得好 小麦跟玉米在一起就竞争 我们也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 发现了 就是因为玉米可以刺激蚕豆 接流固带 蚕豆在固带过程中 它可以通过它酸的蜂蜜 活化土壤里面 来溶性的零营养 这样玉米可以从蚕豆那儿 获得更多的零营养 所以这两个作物就 非常高兴地长在一起 你好我好 互相帮助 互挥互利 根系它的特殊功能 是我们经常看不到的 因为根系长在土壤里面 长在记忆下 我们需要通过科学研究 来揭示它的秘密 如果我们找到了 它这种特异功能 然后在生产里面 可以提高我们生产的效率 提高作物的产量 肥料是我们来发挥 植物根系特殊功能 最好的调控物资 作物生长 它需要撑住的营养 如果营养不够 作物生长就非常差 所以最后产量就很积 改革开发之前 我们一直吃不饱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的粮食生产 不能满足 我们温饱的需求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粮食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化肥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化肥工业 发展得非常兴猛 2019年 农业用化肥的总量 已经达到了5400万冬 但是合理的使用化肥 要更多讲究 肥料太多了 根系也长不好 另外呢 植物容易改病 还有前期长得很旺 后期倒腹 最后产量上不去 就像家里的孩子 你太溺爱他 那么这个孩子自身的能力 就发育不起来 另外我们发现 大量的使用氮肥 会造成我们农前土壤 酸化 改革开放以后30年 由于氮肥的大量使用 造成了我们农前土壤的撇质 平均下降了0.5个单位 那么这0.5个单位 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自然界里面 土壤撇质只要下降一个单位 需要上千年上万年 但是我们经过30年的 大量的使用肥料 就造成了我们土壤 下降了0.5个单位 土壤酸化会抑制更细的生长 降低更细对养分水分的吸收能力 会刺激土传病害的发生 也会导致土壤里面 正经史的活化 比如稻田 土壤酸化 使得土壤里面的蛤的有效性 大幅度提高 有效性提高以后 就吸收到水道里面去 最后进入子粒 进入大米 最后形成鹅米 最后造成我们人气健康的危害 那你到底有什么技术 能够把肥料用得不多不少 所以我们就做了测土配方撕肥技术 根据作物的需求来做配方 为作物打造他自己需要的食谱 然后让化肥工业去生产农业需要的肥料 最后让农民用上适合他的土壤 适合他的作物 极能保证增采又不浪费的配方肥 去高效地利用养分来提高生产的效率 来提高产量 我们的农业是小农户分散经营的一种形式 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地把我们的技术应用到农民纪理 但是你不住在农民中间 你就不会想农民的事 你就不可能解决农业真正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农民肥料用得太早 冬天长得太旺 寒潮因来冻死了 冲天用得太早 长得太高太旺 然后后面改病了 或者风一吹倒了 最后产量都上不去 2009年我们骑出来 我们能不能下到农村去 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农民解决他们生产里面切实存在的问题 我们老师同学就到了河北的曲州县 农民呢 还死不相信我们 我们去了以后农民就问我们 你们来干什么 卖化肥 我们说不是 我们不卖化肥也不卖农药 我们是来给你们搞服务的 农民不信 怎么可能呢 你不卖东西跑农村来干嘛呀 然后我们在那住一段时间 农民发现我们真的不卖东西 在农里给他们找问题 所以农民就开始信任我们呢 然后就到我们住的小院里面来 有问题就来问 甚至我们早上天还没亮 他在农里就拿着一个被虫子咬了的苗子 就到我们的小院来把我们同学从被窝里面叫起来 你给我看看我这个苗子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这个小院也就热闹起来了 最后农民觉得这个小院很有用对他们 所以农民就说 你们把科技带到我们村里面来 那这个小院就叫科技小院 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一个科技小院 取出这个科技小院 我们去的时候 这是一个农民他没有住的一个房子 我们稍微装修了一下 他这个门前这个水泥路可真是水跟泥 不是咱们那个真正的水泥路 那我们住在这个小院 我们就跟农民是零距离的 我们跟农业生产是零距离的 农民信任你呢 开始拉家厂聊大天 家里做好吃的愿意 请你到家里去吃饭 到最后你就变成他家里人了 那你能不能有真本事 给农民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农民为了多长苗子 播种量用的特别多 那你最后这个封建很多 穷气很大 作物产量就上不去 而且容易改病 所以我们得给他做试验 到底用多少播种量 你才最合适 就是收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玉米 农民就习惯早收 还没有完全成熟 他就收 产量下降 然后如果我们让他晚收 那么一个星期 他的产量就明显提高 百分之五到十 所以我们科技小院 就在农村 创新了一套 从种到收 解决所有问题的 保姆式的技术应用方式 这个照片是非常简行的一个例子 针尖这一户是一个青年农民 我们跟他说他不轻 两边的农民都按这个技术做了 他就用了很多肥料 结果最后倒腐了 财量也很激 第二年 他马上就学会 按小院的一个技术模式做生产 科技小院实现了真正的技术落迹 解决了我们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在基林的通雨县 通雨是一个严谨济济区 过去的作物产量非常激 是一个深度平空线 我们通过科技小院 引进了水肥一气化的技术 引进了高产的玉米品种 使得农民的产量 由过去一公顷 大概一万斤左右 增长了现在的两万六 每亩计的收入 增加了一千多克钱 也实现了脱贫 所以科技小院 不仅改变了农民 也为脱贫攻坚 做出了贡献 科技小院 在全国 现在有263个 覆盖了45种作物 然后有200多个村 都是我们经典帮扶的 这个科技小院检 在科技小院所在的这些地方 农民的产量提高了 但是化肥的投入 水跟农药的投入 相对下降了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美了 还培养了一大批 有情怀 有理想 能吃苦 得才兼备的青年人才 过去的将近20年里面 全国的农业生产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不仅保障了 粮食安全 而且我们也朝着绿色发展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那么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生产更多的 更营养 更健康的绿色食品 但是不要投入那么多 化肥 农药 水这些资源 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 大幅度的降低环境污染 让我们的青山绿水 能够长青长绿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能够在美丽的中国 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所以这是我们 创新技术应用 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张院士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 精彩的开讲 再次掌声感谢张院士